在去年7月,国外知名论坛Reddit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讨论的帖子 发帖者自称是一名美国的分子生物学家 在十几年前曾参与美国政府对外星人尸体的解剖工作 而被解剖的这具外星人从形体上看和民间流传的小灰人十分类似 这篇帖子一经发出,立即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根据这名生物学家的描述,解剖结果显示 这名外星人完全没有生殖能力 像是蚂蚁群体中的公蚁和兵蚁 这些外星生命体的存在似乎仅仅是为了执行某种特定的任务 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生活需求 这些外星生命的构造极其简化 功能单一,但身体组织和细胞结构却是异常复杂 显示出经过高度设计和优化的迹象 更令人惊讶的是,通过对外星人细胞的研究 科学家发现,这些外星人与人类在某些基因层面上存在相似之处 不难看出,帖子中的描述暗示外星人和人类可能有共同的祖先 这一发现,不仅让人怀疑 外星文明是否曾与地球生命有过历史性的联系 还可能重新定义我们对生命起源和宇宙生物演化的理解 这位分子生物学家在帖子上描述称 这名外星人的身体就被设计成公乙一样 用来专门执行特定任务 这一观点也与许多有关灰人的目击报告不谋而合 灰人作为外星人最常见的形象之一 通常被描述为无情感、冷漠、专注执行任务的样子 他们的行为模式如同被程序设定 无论是进行人体实验、操纵飞船 还是监视地球上的活动 他们似乎都展现出高度机械化和工具化的特性 这样的工具化设计非常符合基因工程的核心理念 就像科学家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设计出具有某些特定功能的生物一样 灰人或其他外星生命体 也可能是某种高等外星文明 为了执行复杂任务而创造出来的有机工具 这种生物体没有生殖能力 没有情感牵绊 像机器一样被制造出来 以完成某些任务后便会被遗弃或再利用 帖子的作者给出这样的观点后 还贴了一系列的解剖数据 根据这些解剖数据来看 这具外星人的皮肤是一种生物合成膜 具有保护身体免受恶劣环境影响的作用 这层灰色的膜与下面的白色真皮紧密结合 并且这层膜与白色真皮结合的皮肤中 几乎没有毛发 并且在外星人的身体上 没有找到毛孔以外的其他排泄系统 这与人类的排泄系统有着根本的不同 它们的排泄物主要是通过皮肤毛孔排出代谢废物 不像人类那样用肛门和尿道来排泄废物 此外外星人的嘴中还没有牙齿和舌头 日常提供能量的食物是以液体的形式 直接通过食道进入消化系统 并且外星人的消化系统更加简化 类似人类婴儿的消化机制 在这具外星人身上 还找不到任何关于生殖系统的器官 在生物学中 生殖能力是生物体延续物种的基本功能之一 但这名分子生物学家指出 这具外星生命体完全没有生殖能力 这似乎表明这些外星生物的设计者 不需要他们繁衍后代 而是通过克隆或其他手段大规模生产 以满足特定的需求 这让人联想到人类在某些实验室中 已经实现的动物克隆技术 比如克隆杨多利 外星生命这种没有生殖能力的设计 很有可能是为了避免复杂的社会和个体意识发展 使他们能够全身心的投入任务中 这样的设计模式或许反映了外星文明对生命形式的极端控制 这种生命体更像是生物机器人而非自主的个体 外星人这种简化的生理特征 更是进一步证明了外星人的存在 并非为了适应地球环境 而是为了执行特定任务 虽然外星人的生理特征十分简单 但他们的大脑结构极为复杂 这表明他们具备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 可能远远超出人类的理解范围 根据解剖后的分析 外星人的大脑结构不像人类的大脑那样 仅仅分为左右半球 而是分成四个主要区域 这四个区域通过复杂的神经网络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使得外星人有着超强的认知能力 但结合他工具型的生命特性推测 这个外星人之所以拥有这种发达程度的大脑 并不是为了自主行动或自由思考 而是为了精准高效的执行某种指令 来完成那些极为复杂的任务 这种认知能力正如发帖者所指出的 更像是为任务而设计的生物工具 他们的存在行为思维 甚至可能连思想都受到某个高等文明的严密控制 这种推测并不只是源于其复杂的大脑结构 还因为外星人的其他生理特点 与工具型生命的模式高度吻合 他们没有生殖功能 身体构造极其简化 专注于任务执行所需的功能 而其大脑的发达程度 似乎也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拥有复杂的认知体验 而是为了支持他们的工作效率 这让人联想到许多科幻小说中的 合成生命概念 这些生命体被创造出来 不是为了自由意志 而是为了服务更高的指挥中心 发帖者还指出 在科研人员获取外星人遗体上的DNA进行化验后发现 外星人的基因结构更是表明他们并非自然进化的结果 而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 他们的基因组简化而精致 显示出高度人工化的特征 例如他们的基因组与地球生命体十分相似 都是基于DNA 而且其基因组中的基因间区非常简洁 这种简洁性表明 他们很可能是通过基因工程手段设计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 发帖者提到 外星人的基因组中存在一种叫做三回文区的结构 这是一种可以标记基因在基因组中具体位置的独特系统 这种结构的存在意味着 外星人的基因组可以轻松地被外部工具插入 或移除特定的基因 这正是基因工程的典型特征 外星人基因组的这种高度可塑性 又为他们只是高等文明制造出的工具生命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 通过研究外星生命体的细胞 他们发现 这些外星人可能与人类拥有共同的基因祖先 外星人的遗传学与人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尽管这具外星人的基因组只有16条环状染色体 但其DNA结构与人类DNA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接近的 这种相似性让发帖者怀疑外星人与人类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这一发现如果属实将彻底颠覆我们对生命起源的理解 并引发一系列关于地球生命与外星文明关系的深刻思考 早在20世纪中期诺贝尔奖得主弗朗奇斯克里克就曾提出配总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生命的起源并不局限于地球 生命的种子可能在宇宙中各处传播 并在不同的行星上生根发芽 而生命的种子可能是通过陨石或其他星际物质 有意或无意地传播到了地球 从而促成了地球生命的出现 外星人的基因结构与人类相似 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假设 也有一种可能 人类的起源并不是独立的 而是外星基因工程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在宇宙中某个角落的高级外星文明 在数百万年前就掌握了基因工程技术 并通过星际传播将生命的种子播撒在宇宙的各个角落 这其中也包括地球 这也就导致外星人和人类基因的这种高度相似性 正是反映了某种远古时期的生物工程实验 为了搜寻这场基因工程实验的结果 高级外星文明就派出了这种基因结构 被设计的高度简化 只是为了这些探寻任务而设计出来的生物工具 这种任务型生物可能是外星文明的一种常见生物形式 专门用于探索 监测 甚至与其他星际文明互动 这一发现不禁让人联想到 古代神话中关于天外来客的叙述 尤其是在苏美尔 古埃及和玛雅等古代文明的传说中 这些神灵似乎不仅仅是超自然的存在 更可能是外星文明的使者或任务执行者 这些神话中的神灵 常常被描述为帮助人类建立文明传授知识的导师 他们的到来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 这些神话中的神灵 很有可能都是外星文明的工具生物 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地球上传播知识 协助人类建立早期的文明 这让人不禁怀疑 外星文明是否通过基因干预 改变了人类的进化路径 甚至直接创造了现代人类的祖先 假如外星文明不仅干预了人类的进化 还直接参与了现代人类祖先的创造 那么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并非地球自然演化的产物 而是外星文明的后裔 这些外星生物通过基因编辑 将特定的智力情感和生理特性赋予了早期人类 使他们具备了比其他物种更快适应环境的能力 这种假设的支持者指出 人类独特的意识 自我认知能力 以及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 可能并非完全由自然选择塑造 而是某种设计的结果 这种设计 或许正是外星文明为了完成某种长期计划所进行的 外星文明干预人类进化的这种假设 虽然充满科幻色彩 但随着人类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 和对外星生命的研究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研究者 开始认真思考这种可能性 这次爆出的外星人解剖结果 似乎也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某种科学支持 如果我们真的与外星文明有着共同的基因祖先 甚至是他们的后裔 那么人类历史和神话的重新解释将变得必要 我们将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角 去审视古代文明的传说 也需要谨慎对待 我们未来在基因工程领域的每一个决定